许多人都会选择返乡从农来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 而在石门区有一位退休乡长成立了大傻瓜有机农园 担任公职为民服务了大半辈子 现在在地方推广有机耕作 透过爱土地环境的种植方式种出有机无毒的蔬果 将健康的观念分享给大家 以不一样的方式继续来为民服务 那时候我是独化学人 他说有一位美国的一个学者 他叫做瑞秋考生 他做了一本书叫做极静的春天 那春天本来是什么 是百花针焰 百鸟针鸣 那为什么变成极静 都没有声音 就是受到什么 农亚的污染 当时他讲的是滴滴滴的污染 那时候就生殖在我的心中 那有一天 我一定要把这个做一个扭转 虽然我个人力量有限 但是有动比没有动好 那个石门区的土地都放无调了 是不是我们适着来推动 这个有机农业来友善大地 我说这个很好 跟我以前的那个观念会场的契合 刚好呢 那个万金石海洋设计大学 他来这边开办有机课 那我的亲家何天才先生 还有我的亲家母 他没来上几个课 那时候更点醒我 一定要来推动 到后来师母国小 师母国小一个陈叶华老师 他成立一个什么 成立一个石门热灵中心 他也开办有机票 所以基于这个三个原因 那我是从七五年开始 我已经推动 已经重农 气比重农 已经快两年了 我从不会什么 不会拿出头 到现在出头也会 开根银机也会 遇到什么疾病 要用石油什么生物制剂 那我都会了 在田地里奋力地挥着锄头 一点也不像重农 只有近两年时间的农人 大傻瓜有机农员 郑更和表示 不愿当规划时间的盲人 而要当个规划时间的农人 透过友善循环的农忙 从中获得 无限的充实与喜悦 在有机农业推广方面 一定比较好工的 但是基于什么 基于友善大地 这条路非准备 而且现在台北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也正在推动这个期块 所以未来 在四面期有机农业的推展 我想应该是蛮乐观的 而且长官 还有在地的百姓 都非常认真的 我想市民有机农业 应该是无可限量的 也因为热爱这样子的友善农法 结交了许多有机种植的同好 透过彼此的经验交流分享 有越来越多的在地农友 被影响纷纷加入有机农的行列 而郑更和表示 未来还要继续努力推动有机耕作 持续扩大有机无毒的农地版图 记者廖品涵 师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议 有 tw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